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现在呢已经是日本时间29号星期六了 川普呢他是一个睡眠很少的人啊 他一定是起床很早 他呢在一个小时以前已经开始发推特了 他发的第一个推特呢是 他说他现在的民调呢是54%的支持率 他说这个是假的 他的支持率呢应该是75% 我感觉呢不会是75% 这个54%呢我认为应该差不多吧 前一阵子他的民调是51%啊 这个民调公司啊他就是专业做这个的 他怎么会作假呢 对吧怎么作假呀 从哪一关作假呀 是在雪人的这一关上作假呢 还是说数据出来了以后呢 给一个 给一个假的report呢 给一个假的统计数字呢 我觉得川普可能是太过自信了吧 或者是太过不自信了 虚张声势给自己编造一个数字 编造一个75%的数字自我安慰 但是选举这件事情呢 是永远是难以预料的 是会出现奇迹的 会出人意料的 实际上我觉得呢 美国如果说再让川普再干一届的话呢 对于美国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因为呢 川普如果再这么做下去的话呢 美国呀 真的是 美国离完蛋就不远了 美国就要走下 世界最强国的神坛了 有川普再干四年呀 会更快一些 这是他发的第一条推特 他的第二条推特 他说呀 他这么说的啊 今天 在几个很重要的会议之后 包括和习近平的会谈之后 他呢 会离开日本 去往韩国 和文在寅总统见面 然后呢 他这个推特呀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 他说 当他在韩国的时候 他希望 能够在边境上 能够见到金正恩 只是跟他握个手 跟他问候一声 hello 你好 就足够了 希望金正恩 能够看到 我这个推特 这是川普说的啊 希望金正恩 能看到他这个推特 然后 到 border 到边境上 来跟川普 见面 只是为了说 握个手 说一声 你好 川普 真想金正恩呢 太想金正恩了 他这个愿望 不会达成的 金正恩一定不会去 金正恩 看到了他这个推特以后 估计 都笑死了 川普 这老头呢 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看到他这个推特呢 我觉得怪可怜的 他用这样的一句话 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 是想向这个世界上传递 他川普 是一个朴实的 诚实的 天真的 心地 善良的 毫无邪念 的一个人吗 还是想跟世界传递一个说 他真的是认为 金正恩是一个好青年 他真的是 很想帮助朝鲜 让朝鲜再次伟大 他到底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但是 不管他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还想说的就是 今天 他和习近平两个人见面 会是有一个什么结果 我昨天 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已经说了 川普和习近平见面 一定不会有结果 除非川普 他放弃 他们的 这个要求 满足中国的 那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 就是 把他家的所有的税 全部都拿掉 第二 就是对华为的制裁 全部都拿掉 第三 不要对中国 要求太高的 购买美国产品的 数额 这三个要求 除非他能把这三个要求 全部都满足了 否则的话 中国不会答应 现在中国非常的强硬啊 非常强硬 强硬到什么程度呢 在27号 习近平 到了日本之后 在28号 这个峰会正式开始之前 习近平参加了 金砖五国的会议 在金砖五国的这个会议上 习近平是怎么说的呢 我来跟大家读一下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习近平的原话 习近平啊 在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 指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 不点名批评了个别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 个别发达国家 这就是指美国 频频采取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措施 这是中国这段时间以来 给美国下的结论 人为的挑起 贸易摩擦 和技术封锁 就是人为的挑起 原来这个经济啊 好好的 这个世界的经济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的环境 是川普他挑起来了 这一个一个的贸易战 和中国之间 对吧 他挑起来的这个贸易战 先是加了一个10%的关税 后来又加了一个25%的关税 然后又对华为提起来了制裁 然后又加入了两批 中国的公司和个人 加到那个实体名单里头 这都是川普人为的搞的 天下本太平 川普自扰之 人为的挑起贸易摩擦 和技术封锁 他的那个行为就是技术封锁 害人害己啊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 本来这个贸易秩序是好好的 是他给破坏了 和全球的产业链 损害各国的共同利益 也为和平稳定发展 蒙上了阴影 习近平所下的这些个结论呢 都非常的客观 非常的准确 习近平就在G20的峰会上 就在金砖五国的这个见面会上 习近平发表了这样的一些言论 这些言论 马上就会让川普知道呀 马上就让他知道 他让川普有一天的准备时间 让他去想 然后呢 在29号这一天的上午 就在今天的上午 中国和日本 今天的上午 他们两个会会面 你认为当他们两个会面的时候 习近平的态度 会跟他在金砖五国的这个见面会上的态度 会不一样吗 不会的 现在中国已经下定了决心 跟你美国死磕到底 我不会放弃我的利益的 我不会因为这眼前的一点点小力 而放弃我的一个宏伟蓝图 不会的 美国现在 他这块石头搬起来 已经是砸到了他的脚上了 他们开了那七天的听证会 一片哀嚎声 而且他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制裁呢 不是给出来了90天的缓解期吗 在这90天的缓解期里面 他的企业加紧给华为供货 加紧供货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的企业呢 是来积极的避免这件事情 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和将要造成的损失 能弥补多少就弥补多少 能抢多少就抢多少 任正非呢 在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呢 有好几次任正非就说 他们在美国的那些合作伙伴 他们在积极的想办法 他们在积极的争取 所以说呢 川普他面 现在他所面临的压力 来自于中国方面 还来自于他自己的国内 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的 中国面临的压力 而他呢 没有任何压力 反正他在收钱 使中国受损失 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崩溃 这他是这么说的 我不太 我不相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是没有办法 他必须得这么说 嘴硬啊 正向之前呢 他说 哎呀习近平很想跟我见面 中国很想跟我达成协议 我无所谓的 结果到最后呢 有传言说 习近平都不一定去参加 G20会议的时候 他受不了了 然后给习近平打电话 然后呢 杂实习近平会参加 这个G20会议这件事情 也杂实习近平会跟他这个 会跟他会谈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他现在 他心里面一定是没底的 习近平在金砖五国上面 所说的那些个话 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29号上午 他们两个的谈话 是不会有结果的 川普呢 在这一次的峰会上 我相信他不会 把中国的那三个先决条件 都答应了 他不会的 他们一定都讨论过了 美国方面一定都讨论过了 经济顾问库德洛 在美国本土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这些都是谣言 是 中国有可能说 没有知会你 我有这三个先决条件 但是不代表着 中国没有先决条件呀 对吧 中国是有这三个先决条件的 但是呢 到最后 美国也有可能让步 其实如果让步的话 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 原本这个世界 就是这么运转的嘛 是他人为的 挑起来的这个贸易摩擦 你把这三个都放弃了 就还恢复以前呗 还跟以前一门一样 不就得了吗 美国也没受什么损失啊 除了面子以外 美国不是 不在乎面子吗 对吧 非常期待 今天他们两个会面 但是我估计呢 这个会面结束以后 他的结果不会很快 向我们公布的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